高雄醫學大學 致力於培育專業醫師人才 不僅著重知識的灌輸 更重視技術訓練 與臨床態度的培養 凡醫學相關學系 未來將與病患接觸者 都需接受臨床技能之訓練 於民國102年10月 設立臨床技能中心 提供醫室相關人員 進行客觀式結構臨床測驗 問題導向學習 及臨床技能相關活動等 臨床技能分層 使用各種模具 以訓練各項食物技術的操作 藉客觀式評量方式 以標準化病人培育 臨床人員應對態度 溝通技巧與臨床技能 本中心空間共有 24間模擬診間 考官休息室 標準化病人休息室 考生休息室 中央控制室 以及辦公討論室 24考間可分為 12間OSCE客觀式結構臨床測驗使用 及12間PBL教室使用 每間教室都設有球形攝影機 指向性收音麥克風 可用於OSCE考試時 將考試畫面錄影留存 並有模擬整間相關設備 令設有白板 投影機 可提供問題導向學習課程使用 OSCE考試時 24間考間可同時使用 規劃應試人員動線 統一聽由中央控制室廣播 指示考場秩序 可利用動線規劃 時間差 分配應試人員進出考場的順序 計算搭配 在高度上時的掃描 等級搭配 自動驚慌 使用 建議 平径 研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雄医学大学临床技能中心 朝南部医室教学试办大学目标努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